今天訊息講到親近神的重要性 基本上我們知道的 但我這次會特別強調每一點 親近神帶給我們的祝福 讓我們堅持去跟親近神 人有很多軟弱和難阻 很多問題難阻我們 是時時停留在神裡面的 譬如說 人其實有很多軟弱 稍微發燒 馬上沒有力氣 稍微發燒 或者腸胃不妥 或者身上有什麼不妥 我們就會覺得很辛苦 或者有時煩惱的時候 心情又重了 被人傷害就很難處理 事實上就算你學過 你都需要時間處理 還有很多人經歷神 都不能夠全心信靠神 還有容易自卑 或者驕傲 另一方面是驕傲 另一方面是自卑 在中間糾纏 還有容易自動有罪和負面的意念 人經常都是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需要神 因為人有個錯過 我自己生存了這麼多年 我都搞定了 但我明白一件事 就是沒有神的同在 我們的生命裡面 就有不同的破口 但是當我們有神的同在 整個生命就會被提升 所以我們說 是有些問題 不過這些問題不像死的 不死得 這問題不是這麼嚴重 但是當這些問題 一直這樣 潛擾的時候 就會破壞我們的生命 也都會令我們的生命 所以我們第一明白 就是人的光景 我們是需要神去釋放我們 而有很多原因 為何人少親近神 或者很難從神得力 有不同的原因 第一就是懶惰 第一殺手是懶惰 其實懶惰 不肯付出代價 喜歡睡覺 喜歡看電視 喜歡玩 或者不喜歡讀書 所以不喜歡讀聖經 嘩很悶 今天我都會稍為再提這個 法陽神屬性的查經法 讓我們喜歡神的懷疑 喜歡神的東西 那你就不會覺得是悶的 而且有很多人 不是覺得神那麼好的 就是他覺得神都好 不過就不是那麼好 就是不是好到盡 不是什麼都好了 就是有些人就說 好東西你就說神 不好東西你就說罪 你自己摸鬼 那的確是神那裏出的 都是好東西來的 而且很多人不信 所有福氣都是神那裏來的 神是萬福的傳言 所有傳言 什麼的因件都是他來的 而且很多人就是不尊重神 他雖然知道神好 但他不尊重神 或者律法主義 覺得親近神是苦工 死了要做那麼多事情 其實還有很多原因 都難了我們去親近神 我們就問了自己 我有什麼原因難了呢 好了 那小親近神什麼後果呢 第一 沒有屬靈的力量 軟弱了 其實我接觸過很多人 包括傳道人都說 哎呀 當然傳道人有些很有力 但也有些很軟弱 很困難 或者沒有動力親近 或者是尊重神 即是沒有動力 容易犯罪 經常有魔鬼的聲音 叫他犯罪 疏遠神 我知道神感動他 他又不理睬 還有容易有各有問題 整個生命 容易不開心 有一樣東西我希望大家記實 我們是需要完全在神裡面 我們稍為有個部分不在神裡面 那個問題就出錯了 即是說 如果我們的情緒 不是給神掌管 那個問題就會產生 即又會產生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的思想模式 如果我們用時間 不是說我們信耶穌 我們就日夜 只是看聖經和祈禱 不是這樣的 而是你 所有做了的事的時候 都讓耶穌作王 即是你一路 譬如你上班 但你一路都是感謝耶穌 我一樣跟人交往 但我跟人交往的時候 我都是讓耶穌去帶領我們 這樣的生命 那整個生命就會很健康 但如果任何地方 譬如說 生氣了某一個人 這個人我不能原諒 不過這個不可以原諒 這樣的時候 這個就會有問題出現 即是任何一點 哪一件事沒有給耶穌掌管 那個地方就可以有問題 還有最嚴重的 就是小親近神 真的有很多人 因為沒有親近神而離開神 有很多人 他以前回到教會 曾經很熱心 有時熱心可能是一種活動 很興奮一班人一起 有團契 有很開心 如果大家試過回團契 或者小組 我們都看到一件事 就是那些相片是連連不同的 就不是連連只是家人 也都連連走那些人 即有些人總是離開又會走了 走一個人 希望他們有其他方法跟從神 但的確有些人就是疏遠神 可以濕去救恩 所以這個我們明白 所以我們帶領人信耶穌 不要只說他信耶穌 可以了 可以了 然後後面的工作更大 因為要長時間帶他跟從耶穌 他有這麼多阻力 好 然後我上面講到 人的問題和沒有親近神的問題 然後親近神帶來無限的福氣 因為有神有一切的福氣 甚麼福氣你想到的 你看到甚麼好的都是神給我們的 圖畫包括手有些好東西流下來 代表神的恩典 十字架耶穌的救恩 祝福我們整個家庭 有聖靈 也可以有聖靈的恩高榮 祈禱可以經歷神的喜樂 愛 就像這位姐妹所經歷的 能力在她身上 幾天 我都意想不到在電話中 她會有這麼強烈的經歷 是神的恩典 不是我們的工作 是神的恩典 還有 神的話語真是很有力量 很有安慰 當我們越觸實神的話語 我們的心越穩定 整個人就會不受影響 教會是一個祝福 其實有傳導人 有祖英姊妹的跟進幫助 是一個禮物來的 很多人就覺得 回教會當然是這樣的 那些人當然是好人 但是那些人肯付出時間去幫你 關心你 為你徒告 是一個禮物來的 就是我們的心 這些都是神給我的禮物 還有我們可以果子類類 就是很多的果子 整個生命 但是很多人呢 是不是這麼多東西有呢 其實個個都可以有的 我們訓練在忆典子母為人 祈禱真的他們要經歷聖靈的 所以這件事是我們可以 繼續持續保持的 好了 這裡就列出不同的 一些重要的神的愛的經文 就是我們看得到 就是經常都享受神的愛 神是在愛著我的 經常都在其他時候 神在愛著我 神陪著我 神和我一起 第一就是 一起讀一下那些 一起讀那些字 尋找請教 射罪請教 射罪請教 射罪又救救我們 耶穌尼就是尋找請教 失喪的人 盧教福音十九章十節 一起讀 聖靈耐性感動 他真是很耐心的感動 很多人都說 很多年聽話 我自己都很多年聽話 神一直感動 我有耐性 因為聖靈來 叫我們為罪 為義 為審判自己 集備自己 他說神有感情 人的感情都很有限 但是神是很有感情 西方的書三章十七節 他默然愛我們 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是充滿感情的 然後呢 神永遠賞念 就是婦人 依能忘記 聖靈鷹鞋 不練習他所生的兒子 就算有忘記 神都不忘記我們 他經常只顧著我們 和他時時代討 耶穌和聖靈代討 你想想 三位一體的真神 聖父 聖子聖靈 聖子聖靈都向天父祈禱 天父 我都祈禱 因為他沒有一個對象可以祈禱 聖子聖靈都會向天父祈禱 即是說 他們都很關心我們 然後聖靈會亂冒我們 雅各書四章五節 聖靈亂愛我們 以至於疾道 他會很想 我們完全地將生命給他 因為在他的內 我們整個生命又發揮 他不是霸佔慾 我們發現神和魔鬼不同 邪靈真的不放你手 他不斷 拿著那些人不肯放手 但是聖靈呢 他是感動 他會一直吸引我們 他不是拿著你的 但是他很想我們 跟他有親密關係 當我們在神裡面有親密關係 整個生命就提升 整個人就越來越有衷勁 有力量了 還有耶穌很親切的 他稱呼你女兒 放心你的信 救了你 很親切的 他又很謙卑服侍 耶穌和門徒洗腳 還有神在我們前後 環繞我們 按手在我們身上很謙卑的服侍 有心靈的醫治 和身體的醫治 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 悲哀的人 我們看到神這麼多 各樣的恩典 尋找我們 赦免我們 很耐性地感到 有感情地歡喜我們 永遠賞念 現在也在賞念我們 現在也在為我們代討 耶穌和聖靈 聖靈現在也在亂摸你 很想你完全把心給耶穌 你一會兒說 耶穌說 我聽了你說 我完全把生命給耶穌 神就很歡喜 他又很親切地愛我們 他現在在你旁邊 當你很親切地 譬如我和太太很多時候 都會很親切 很親切的時候 我一做任何動作 他又很歡喜 我一約親他 他又很歡喜 神都一樣 你說神 很想和你一起 神就很興奮 很興奮 神就是這麼親切的 當我們對神有這種信心 親近神就不再是一種壓力了 你就會很喜歡神的 神經常謙卑服侍 我們不聽話又服侍 聽話又服侍 又被我們心靈依慈 所以當我們看這麼多的恩典 是不是很好 真是好到不得了 所以你的心裡 永遠記實神是很好的 現在你看到什麼 都看到神的恩典 神是最有智慧 他創造萬物都是充滿智慧 他創造我的身體很有智慧 他很有美感 他有計劃性 那些時間是最對最對的 有時就是 我真的試過一次 我見一個人 我那天 我那天 即是那時開車去買東西 那我平時不去那一點的 忽然間去那一點 而那人忽然間在這裏出現 怎樣出現呢 原來他等他的丈夫在那裏面 等他出來 他就坐在那裏 我就逗逗到那裏 剛剛在那裏 他就見到他 即是有時神就會這樣安排 我們能夠在一些偶然的機會 見到人的 這就是神的恩典 其實神 真的他的作為是好到不得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的心裏 常常都說 神真的好到不得了 我才是整天感謝神 那你和神的生命呢 就會很密切了 那這裏我會講出一些 親近神帶來的祝福 一起讀 飽得神慈愛 一生歡呼喜樂 即是 你們有沒有吃飽東西啊 肚餓的時候 是不是聞到飯香 是不是很香的 嘩 肚餓的時候 聞到旁邊 燜什麼 燜什麼 或者 煎魚 或者 煮一些什麼菜 嘩 好香啊 旁邊聞到 而神的愛 是可以飽足的 可以令到你整個人滿足的 而認到你一世歡呼喜樂的 詩篇九十篇十四節 有經文在一起讀 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 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就是說我們親近神 我們每天看聖經祈禱 親近神 我們每天都可以飽得祂的慈愛 每天都會歡喜快樂 人是很有趣的 真的 是 親近神 一會兒又不想了 一會兒又懶了 又忘記了 曾經經歷過多少又忘記了 但是希望現在記神 神來到真的很大的祝福 我們中間有些人都是經歷神的醫治 一步一步的醫治 一步一步的釋放安慰 神這麼好 那你就放在記憶裡面 神真的好 我就一生一世要享受神的恩典 享受神的喜樂和愛 在這個經文就講到幾樣東西 一起讀 喜樂 肉身安然居住 神帶領生命永遠的呼籠 這裡我講出不同的神的恩典 在聖經講到的經文親近神 詩篇十六篇第八節 我將耶穌華常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知遙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已不安然居存 而十一節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在這裡講到 大衛經常把耶穌華擺在他面前 或者親近他 他就不至於遙動 因此他有什麼後果呢 他親近神 他的心就歡喜了 他的靈就快樂 肉身都安然居住 整個身體舒服 在十一節說 你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你指示我一條好的路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有永遠的福樂 在這裡講到 就是神有一條路給我們的 你對於你以往的人生 滿不滿意 如果你以後都是這樣生活的話 你滿不滿意呢 是不是已經走完 你在生命中的目的呢 因為你想更加提升呢 有很多人可能開始走這條路 但如果現在就停了 你滿不滿意 如果今天我們就回天堂了 你說走得夠呢 我希望大家說 我想走得那麼多 而神就有一條路指示給我們 有一條路 這條路是個個都預備好 個個都可以走 你不要說 我有憂鬱的問題 我有情緒問題 我有煩惱 我智商不夠 我讀書不夠 這些不用擔心的 這些不是問題 這些神一定可以幫到你 無論你的問題去到哪裡 神都有一條生命的道路指示你 而且在你前面有滿足的喜樂 它會滿足你的心靈 它會滿足你的心靈 它會滿足 永遠的福樂 永遠的 永遠的 永遠都是福樂 你現在可否認同你的心靈是福樂呢 因為認同你的心靈都在糾纏呢 辛苦呢 因為每天都是福樂呢 我希望大家的心渴望 你想福樂 就是多親近神 人就是這樣 聽得到 聽得到 多好 回家又忘記了 親近神的事 又會有缺不動呢 哎呀 祈禱多久 其實我們的心 經常想著神的恩 不要想著祈禱多久 神真是好 享受你真是好 神你真是和我一起 你有心機服侍我 真是好 就是我心一直想著神在服侍我 一邊享受神 你就不會覺得壓力 你就會說 神啊 我來得親近你 真好 阿里路亞 有你真好 就是 當你一個享受心態 你就會 能夠有動力 還有經常想著神的恩典 那麼這個經文就講到 在耶穌裏面有什麼後果 以及不在耶穌裏面的後果一起讀 多傑我止 有能力 但是呢 不親近神 可被溫在火裡 有幸福章十五章五節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尚在我裏面的 我也尚在他裏面 這人就多傑果子 因為來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十可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 有像枝子雕在外面枯乾 人拾起來 因為瘟在火裡燒烈 耶穌說得很簡單 時事在我裏面 我又整個裏面 他就多傑果子 他生命就流露出來 就很簡單 整個在耶穌裏面 就這麼簡單 其實 我很多人就說 哎呀 我不容許我整個在耶穌裏面 其實我們學一個習慣 行路也好 搭車也好 做事也好 一直想著 耶穌多謝你 耶穌給我聰明智慧 譬如你做了一些需要思想的 耶穌幫助我 另外有聰明智慧做得更好 神就會在那陣幫你 神啊 我現在需要你幫我困難 立刻在那陣 你就親吻神 一方面就是我們專心親吻神 專心親吻神是好好的 我專心親吻神呢 我到時都會擺紙和筆的 因為神會給我很多的意念 神也都會叫我更加平安 給我很多的教導的意念 我自己都發覺 譬如我講法人神屬性查經法 我前幾個月之前都不和現在 神一直提醒我 一路如何可以進步 你都可以進步 你都可以一路提升 因為祂在你裡面 你自然就會提升 你就會結果子 因為離開耶穌 我們就不能做什麼 但很多人都說 我都做到事 現在很多基督徒 他們跟耶穌關係疏遠 他們說我都做到事 不過做出來的質素是怎樣 是很多律法 很多壓力 很多比較 很多競爭 很多看小人 做出來的時候 叫做什麼呢 譬如有個人說 我請你吃雪糕 好啊好啊 拿一杯雪糕來 我叫雪糕 怎麼知道上屋 一滲了那麼多東西 是什麼來的 是不是朱古力 不是那些是沙來的 有沒有搞錯 你立刻吃雪糕 為什麼要沙在那裡 很多人就是這樣 他憲美神是怎樣 好像雪糕 不過有些沙在那裡 有很多不好的東西 混在那裡 因為不在耶穌裡面 我們就不能做什麼 只能夠做的是外面 裡面的生命 沒有顯露出來的 然後跟著 後面說的嚴重後果 一起讀 就是六節 人若不常在我裡面 就像枝子雕在我面 枯乾人 拾起來 鷹著火烈燒烈 這個是不是天堂啊 不是啊 如果不是在裡面 就好像樹枝 丟在外面 的時候就乾了 是啊 還有呢 結果是怎樣呢 榮在火烈燒烈 所以一個人不親近神的時候 他是越來越枯乾 他越來越和神疏越 是可以失去神的救恩 親近神 有一個好好的 就是可以一起讀 聽到耶穌的聲音 有神的帶領 約翰福音十章二十七節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又跟著我 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 他既來了 就要為世 叫世人為罪 為義 為審判自己 責決自己 協殺人家前書 五十九節 不要消滅聖聯的感動 但這裡講到什麼呢 耶穌是不是說 有些羊聽到我的聲音啊 是不是有些羊聽到我的聲音啊 不是啊 我的羊 凡是我的羊都聽到聲音 但有些人我聽不到啊 所以我講到下面的經文 聖靈來到叫我們 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我們有沒有犯罪 覺得不舒服呢 這個就是聖靈的聲音 這個一定每個人都聽到的 聖靈也會提醒我們 聽到的時候 譬如我在說的時候 可能你就會說 我要親近神 就會有聲音提醒你 這個就是神的聲音 好了 耶穌的羊 聽到神的聲音 我也都認識他們 跟他們有關係 就是聽到神的聲音的人 神跟他們有關係 他們有跟著我的 這個就是有關係 你說形容關係是什麼呢 就是跟神有關係 耶穌認識的人是怎樣 就是他聽到耶穌的聲音 耶穌又認識他 他又跟著耶穌的 這個人就是跟神有關係 就是說 他只聽到聲音 然後他不聽話 不跟從 他可以失去救恩 但是他聽了 他又聽話 這個人就是跟神有關係 最後 《貼殺人家》前書五章十九節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就是說聖靈有做什麼 聖靈有做什麼 感動 大家有沒有聖靈的感動 聖靈感動 我們不要犯罪 感動我們去跟從神 去傳呼音 去幫人 你有沒有留意那些意念 是怎樣出現的 很多時候是不自覺的 你見到他人忽然間 就很想傳呼音 那你又說 不行啊不行啊 很醜怪啊 那個聲音還一直跟我們說 一直提我們 我們就發現裡面有聲音 尤其當我們不聽他的話 那時候更加會一直提我們 但是你越聽話 你又進入另一個層次 你再去領受的 不是整天都神說你不聽話 而是神開始告訴我們 一些更美好的事情 更美好的教導 更美好的生命提升 更美好的生命提升 我就是現在發覺 啊 旗珍島 就有些意念彈出來 所以我 找一筆 我就可以寫下 甚至那時候 半夜醒了 我都發覺 周時又要去找一筆 寫下 因為在那一陣 神都會給我一些意念 我有很多教導 都是神給我們 大家有沒有這些經歷 我希望大家珍惜 你越聽話 即是神叫你 不要說謊 你真的不說謊 你關心個人 你真是關心 揚恕他 你真是揚恕 脫離污衛 你真是脫離污衛 你就開始發覺 神就會提升你去更高的層次 更高的層次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 你更有動力 和享受生命更多 我希望大家 看到親近神的美好 即是進入領域 我還記得 我初經歷聖靈的時候 我在一間聖靈的教會 參加聚會 當時有一個牧師 走過來跟我說 他說 我看得出你是初經歷的 他說 將來你會進入 有很多很多的恩典 因為他經歷過 他就告訴我 你將來會經歷 越來越多 真是越來越多 我希望大家都會相信 你跟教練說 你將來會經歷更多更多的恩典 另外一點很重要 一起讀 神知道將來的事 神能幫助面對將來的事 和神的供應 我們一起讀這兩個經文 路加22章32節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 要堅固你的弟兄 由馬太17章27節 你扯往海裡去釣魚 把仙釣上來的魚拿起來 開了他的口 必得一塊錢 可以拿去吸貪溫 作你我的稅人 這裏讓我們看到 耶穌有預知的能力 其實耶穌有很多預知的能力 很多東西知道 彈業去到那裏 他馬上講到 在無花果樹下 我已經認識你了 其實很多 他拿那隻爐進入猶子 他就叫門徒 你去那裏 去到那裏 你拿去那裏 那些人問他做甚麼 主要用就可以了 去到真的這樣 去哪裏吃冷 這個預知的言知 你去到見到那個女人 你跟他回家就可以了 就去那裏 就是我們看到 耶穌是知道一切的 在這裏 彼得將要否認耶穌三次 耶穌說 我已經為你祈求 即是代表他預先已經甚麼 已經知道了 知道先 我知道他會否認耶穌 然後他就為祈求 而耶穌預先知道 就不是去踩低他 而他就去祈福他 預先為他祈求 叫他不止失去信心 你回頭以後 以堅固你的弟兄 這兩個經文 這個跟著馬太十七章二十七節 他就叫他釣魚 因為那些人叫他給稅 耶穌也說了 交稅是向甚麼人交呢 向兒子還是向外人呢 那門徒就說向外人 所以兒子不用交稅 他意思是神的兒子 根本不用交稅 不過因為為了他們的緣故 我們就去交稅 那你去釣魚 那你釣魚的時候 釣魚的時候 釣魚先釣上來 那條魚你開口 就有一塊錢 那你就我和你的稅銀 那這條魚為何會有銀呢 那這條魚為何會有銀呢 它在某處 就有人先掉了銀 然後呢 那條魚就丟了 那條魚又來到那裡 神就知道 其實神是驅使這條魚來到那裡 然後 彼得就釣魚 一來到就吃了 吃了個尼 然後釣上來就有銀了 所以耶穌一早知道 那條魚在哪裏 他吃了些甚麼 然後他會來做甚麼 他知道會發生的事 那我們看到耶穌 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 耶穌是預知將來的 但有時候我們沒有應用 因為生命 怎樣應用呢 神知道我明日怎樣 神知道我將來怎樣 神知道我將來怎樣 所以我前面的路 我不用擔心 他已經早有預備 而當我們親近他的時候 我們就有信心了 我前面的路 幾艱難都好 神一早就知道了 神已經定義 他知道了他會怎樣 他是不是知道了 然後就袖手旁觀呢 不是喔 他知道了他就為你預備 但這個過程 很多時候我們是需要親近神 來得到神的幫助的 因為神都是想我們學習 在困難中依靠祂 祂不是想我們 甚麼問題 全部解決了 如果一世人 我們每個基督徒都是這樣的 你想找到 那份工已經找到你了 你想找配偶 那個配偶又立即自動來了 你想甚麼全部都有了 這樣的時候 那些人不是很懂得依靠神的 不懂得去尋救神 但是當我們困難 我們就會拔著耶穌 不是神給我們困難 是困難神會使用 讓我們拔著耶穌 所以我們有這個信心 神知道我前面的路 無論我發生甚麼事 我都不用怕 即使最差的發生 有一天有甚麼意外 有些甚麼病 我們都說神一早知道 我不用全部的人 好像崩潰就死了 我事奉主這麽多年 為何這樣的後果 不用擔心 一切在神的手中 那我們的心就輕散了 在這裏就講到一個強烈的親近神 強烈的神的同在 就是講到薩摩爾一班 先知門徒 他們怎樣親近神 待會看下一個經文 就看到薩摩爾監管他們 這班先知 一起講一下上面那裏有些甚麼 大量的益處 受感說話 神的感動 變為新人 神強烈同在 新心 就是他們都受感說話 其實原文是說如言 那說如言 為甚麼 報告一起說如言 甚麼意思呢 這個可以是 神感動他 講謊言都未定 神也都可以感動他 講一些神的說話 神的話語 也都可以感動他講一些 神將來發生的事 即未必全部都是將來的事 有些可能就是 神感動他講一些激勵的說話 那這個呢 就是薩摩爾和蘇羅講的 當蘇羅高樂他做王之後 他就跟他這樣講 一起讀 薩摩爾記上十章五節 必如見一班先知從休坦下來 前面有古失的 激古的 吹嘴的 彈琴的 他們都受感說話 然後的寧必大大感動你 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說話 你要變為新人 這兆頭臨到你 你就可以趁時而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蘇羅轉身 尼滅日 薩摩爾 神就其他個身心 當日這一切兆頭都應現了 在這裏講到 那班先知門徒 他們就在奏音樂 到底他們是練樂器 他們在做什麼呢 看上下文 他們是沒有在練樂器的 而是他們在敬拜讚美神 在敬拜讚美神 而都是受感說話 受聖靈的感動 講說話 然後呢 薩摩爾就跟蘇羅講 你去到那裏 聖靈就會大大感動你 你就會跟他一起受感說話 你要變為新人 這裏我們看得到 薩摩爾也有這個神給他先知性的能力 他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 你去到那裏當中 你就會受感說話 你就會改變 變為新人樂 這兆頭臨到你 你可以趁時而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那要講到一個神的特別的同在 什麼同在呢 神的同在有無所不在 神在周圍都是無所不在 地獄神都在 神都在地獄 全部一切的地方都在地獄 神又跟所有的子民在一起 如果神跟所有的子民在一起 他就可以說 你去找一切以色列人 爭訊 爭訊跟從神的那些就可以 但他不是 他特別叫他去找這班 所以這班人 是特別用時間去親近神 然後這班人 當他去到他當中 你要趁時而做 你要趁機會 因為耶穌華與你同在 即是神在這裏特別強力的同在 就是當他們常常親近神 所以這個是舊約的聖靈充滿聚會 就是當這班人不斷親近神的時候 神的同在就強烈 我希望我們見到一個群體 是整班人都愛慕神 學慕神 整個深信神的愛 時事有神的同在 當人一來到群體之中 他就可以經歷聖靈 被神改變 所以我們每個都帶神的能力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慢慢復興這個時代 求主給我們這個火熱的心 不要只是我們信耶穌 是我們給神用的 你想不想 能夠有這種影響力 當蘇羅去到當中 就馬上受影響的 希望大家都有這種學慕 學慕 不是我賺多點錢 不是我將來有什麼配偶 將來生幾個兒子 而學慕的是 我的生命如何提升 我如何祝福人 這樣的時候 你的生命一路一路提升 你想不想 好像這位姐妹所說的 你為他 電話祈禱他 他就經歷聖靈三天 跟著都一直有激勵 你想不想是這樣的 你覺得難不難 不難 因為是神做工 不是我們做工 耶穌說什麼 你有信心好像一顆 戒在種 他是不是說 你有信心獎一個大西瓜 或者有信心獎太平 太平山 不是 你信心獎一個戒在種 你都可以移山 即是你可以做大事 所以不是我們的能力 是神的能力 那你就說 有神同在 就碰完了 希望大家深深信 有神同在就碰完了 這裡又講到 在聖會記上十九章 一起讀 蘇撒羅打法人去捉拿大衛 去的人 見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說話 薩摩爾站在其中監管他們 打法去的人也受神的靈感動說話 由二一節 蘇撒羅第三節打法人去 喀完也受感說話 然後蘇撒羅自己往拉馬去 二三節 他就往拉馬那些拿藥去 神的靈感動他 一面走一面說話 直到拉馬那些拿藥去 就是當他們常常有神的同在 當人想捉大衛的時候 去到當中 他們立刻都受感說話 立刻就空手而回 就回去 就沒有捉到大衛 就看到神的同在可以保護人 其實在歷史上 有不同的經歷 聖靈是很強勁的 曾經有些紀錄是什麼呢 有些聚會在那裡 那些人駕車走過都會感受聖靈的感動 接著他們會進來參加聚會 也都有人在一個地方 他周圍的人都會得到醫治 那間屋的周圍 周圍的人都會得到醫治 在歷史上 有些人他們真的和神的關係 非常密切 是有很強烈的神的同在 我希望大家都鶴慕 因為大衛曾經和他在一起 因為這裏就講到 蘇羅去捉大衛 而大衛就是和這班 薩摩爾的先知們同在一起 在這裏大衛就學到這種親近神 所以他在帶領以色列的時候 他建立這個大衛的帳幕 24小時、24班次的敬拜 還有大衛寫的詩篇 有很多講到親近神 就是他亦都是受殺 薩摩爾的影響 就是原來一個人有神的同在 可以影響很多人 你想成為一個這樣的人 你不要小看自己 有很多被神使用 譬如在為我祈禱這位安卡羅 他是商人來的 他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他就被聖靈更生之後 然後他就大大給神使用 其實不是要指定什麼人的 任何人都可以 只要你願意的時候 其實舊有些先知 他們都不是一早是先知 有些是不同的工作的 好了這些是高度的同在 你說這些怎麼去得到呢 不要緊的 神給你多少就多少 就是你親近神 這個去到什麼層次一起讀 顯出不神的榮光 出埃及記34章29節 摩西手裡拿著兩塊法板下西乃山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的面皮 恩尼華華卡說話就發你光 哇 這個真的很高層次 聖經有沒有記載另外的人是這樣 師提反 他的面貌好像天使 這個也可能是類似的 師提反並沒有四十奏夜在山上 他在這裡受迫伯的時候 他們見他的面貌就好像天使一樣 其實我們今天都可以有人是這樣 所以我們說 進入神的同在 可以進入一種高度的神的恩典 然後呢 超自然能力不容吃喝 哇這個更厲害 這個 這個不是叫我們自己去無緬白事去試 可能在受迫伯的時候 真的沒得吃 在這個大災難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你買賣都要有這個 敵基督的印記 要拜這個敵基督 那我們就不可以去受這個印記 那時候呢 我們真的要祈禱神 我們有神的同在 不用吃喝 春間靠記34章28節 摩西在耶華那裡四十奏夜 也不吃飯也不喝水 是不是變成瘦了 不是 不是 而是祂一樣那麼健康 下來 就是說原來神的同在 為什麼 那你為什麼會不用吃飯呢 因為神就是維持生命那位 祂既然維持生命 自然你可以在祂裡面就有生命 不需要靠食物的 所以耶穌說 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就是神的話 真的會帶來生命力的 好了 怎樣親近神 我們一起讀一下 這樣打橫讀 讀了紅色的部分 首先是聖經 然後是祈禱的 一起讀左邊的 讀聖經 思想神屬性和恩典 喜悦神 應用在生命和生活 這裏所說 就是說 我讀聖經的時候 不要這樣讀了 不是只是知識 而是思想神的屬性 起初我們都說好神的愛 神的恩典 神的照顧 神的陪陪我們 這些所有神的屬性和恩典 然後呢 心就很喜歡神 然後在生活中 在生命中 形容出來 這就是看聖經的目的 有些人可能看聖經 和查很多聖經 回家又吵架 又吵架怒吵 用自己的方法 這樣的時候 他只是知識上知道 知識上知道 生命沒有改變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怎樣在神的話語上 去 即是時時看到神的屬性 被神去改變 右手邊就講到 討讀 一起讀 信神是美善 就喜悅神 悔改禮罪 宣告神恩 感謝愛慕靠近 信復神 這個很簡單說出來 首先 祈禱很重要 信神是美善 就喜悅神 即是祈禱的時候 神啊 你 哎呀很難的 很難啊 祈禱很懶啊 不想祈禱 有些人一祈禱就是這樣 哎呀很懶啊 祈禱啊 或者祈禱都沒有用的 那種心已經 不是一個開放的心 但是神是最美善 我們經歷過神 就記實神的美善 就歡喜神了 然後呢 我們就悔改禮罪 因為罪難了 我們跟神關係 宣告神的恩典 神的愛 神的赦罪 神的陪伴 然後呢 就感恩愛慕神 即是交流的 神的恩典下來 我們對神的回應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圖畫 怎樣親近神 其實不難的 難不難啊 其實不難的 是我們有沒有心的 好了 這個法人神屬性查經法 其實真的很好 我感謝神 這個就是我祈禱的事 神下載給我的 神又會一直幫我改善 為什麼越來越簡化 即越加容易平白 為什麼要先明白神的屬性呢 就是好像 有時候你會認識一個人 這個人很好人 會不會有時候這樣說 好人啊 他很友善 很柔和啊 很關心人 很慷慨啊 我們會看到他的聖情 然後他做的事 我們就很接立 所以我們越認識他的屬性 我們就越喜歡他所做的事 這樣呢 我們的回應就更加強了 三方面 我們看聖經 其中最 就是除了看那些事情 我們也要看那些內容 有些講到什麼 但在裡面我就發掘 有些什麼神的屬性 他的本性 他的聖情 和他的智慧能力 所有一切 包括他的聖結公義 然後神的恩典 就是神為人做的 就是新恩典 然後我們怎樣遵從 那譬如說這個主題 神是愛 那神為我們做什麼恩典呢 就是神愛我們 另外就是賜愛的恩典 這兩個東西是不同的 一個就是他愛你 感動你 醫治你 然後他就是賜愛的恩典 叫你為人祈禱 他可以經歷神的愛 我感謝神 今次我去到南非 是有些人 他就經歷到神的愛 在祈禱的時候 他就感動 他說真的好像在天堂一樣 他說很珍惜這個經驗 很珍惜這個經歷 希望我們都 每個人 經常活在神的愛中 你就會帶有神的愛的恩典 好了 怎樣遵從一起讀 第一 感激神的愛 活在神的愛中 第二 被神的愛激勵 第三 愛神愛人 這是一個簡單的 很感激他 然後被他激勵 然後再愛神愛人 為什麼在看聖經的時候 看到神的愛 會有這麼重要呢 就是去發掘他的屬性 譬如我們看到 耶穌對彼得所說的話 叫他 他說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業信心 這裡我們看到神那種 愛的特色 每一次的愛的特色不同 這個愛的特色是什麼呢 是接納 要說 知道他要犯錯 但是不是用一種強硬的指責 而是一個先為他討告 然後關心他 我們看到這種很柔和 這個世界上很少人是這樣的 很多人呢 他是會帶有很多的指責 但是耶穌當時呢 是不是帶有指責 所以這個是一個 折立寬恕 就是看到什麼神的性呢 他是折立的 他是寬恕人的 他知道人錯 他首先第一樣想是怎樣祝福人 他知道人錯 當他不是第一樣去少看那個人 但是很多人呢 就不是的 看到人錯了 第一樣就生氣了 他就有這種祝福的心態 當你明白 在這個經文 因為有時候人看完那個經文 沒什麼想過的意思 這句說話 其實一句說話 可以很大意思 就是當我做錯 神都會同樣為我祈禱 神都會告訴我 我為你祈禱 叫你不止於失業信心 我定義將來你去祝福人 神都會是這樣的 當你這樣親近神 你就會說 哇 原來神這麼好的 譬如我們看到這個 血流的婦人 十二年血流的婦人 我們就看到 耶穌不想傷害她的心 所以他說 女兒放心 輕鬆一點 不要那麼緊張 就看到耶穌輕鬆的一面 接立的人的一面 即是我們看到任何 他跟人的相處 他見到撒該的時候 那些人都看少他 他就說撒該你下來 我今天去這個家吃飯 接著那些人就說 你看到什麼人 這是罪人 撒該就說 我把我一半給窮人 我騙了誰 我給他四倍 神就改變撒該 耶穌的說話 耶穌的接立 給他很大的改變 就是 神那種的改變能力 這裏就是神改變人的能力 他一句說話 那你說 我又沒有見耶穌 怎麼聽到的說話 你就在祈禱就可以了 你親近神的時候 神可以忽然間 好看重你的 好接立你的 好愛你的 你的生命很寶貴的 你忽然間 你整個人就好像殺該那樣 忽然間你就 好了好了 我願意什麼都 願意跟從你了 神就是這麼好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什麼經文 你發掘一下背後神的聖情 神的本性 神的美善 神的豐富 然後祂為我們做什麼 然後你就說 我有這個神真的好得不得了 大家想不想到 怎樣去看聖經的時候 就算譬如說阿當犯罪 雖然他是犯真的很大的罪 以至我們後世的人都受苦 但是神對阿當都是接立 都是恩待他 都是祝福他 並且定義將來 女人的後遇 要傷射的頭 就是神已經定義 差彥耶穌來救我們 就是神永遠當人不聽話的時候 祂都是定義先祝福人 那你看到這種神的性 你有什麼困難 你就說神太 我不用再擔心 所以這個明白神的屬性 的查經法和講道法 是會幫助我們的生命很輕散的 很容易享受神 很容易得力 也都祈禱 你不會覺得是一種重淡的 我整天都會 我整天都會一想耶穌 哈利路日 基本上我是醒的時候 我大部分的時間 我都在想耶穌 我在做什麼都在想 哈利路日耶穌 你在愛我的 多謝耶穌 耶穌使用我的 我一段地 整天在活在這種關係裡面 我就發覺神跟我 溝通越來越多 我真的很多謝神 越明白神的屬性 有什麼後果呢 一起讀一下紅色的部分 就越喜歡神 就越享受神 就越有動力親近神 就越享受生命 就會怎樣呢 越喜歡神 又越享受神 親近神的時候 就越有動力親近神 又越享受生命 就像這圖畫那樣 很開心的 很輕鬆 很像嬰兒那樣 開開心心 邪凌凌 做的嬰兒那麼可愛 不可以 這個世界上有邪凌 證明一定有神 因為神才能做到人 笑得那麼開心 我們都可以這樣的 你能不能夠 真的心鬆了 那樣笑呢 有些人笑 不過笑得來 是苦笑 是勉強地笑 但是我們可以真的 哇 神這麼愛我 我可以很輕鬆 很享受神 這就是明白神屬性的好處 你就會知道我們多無福 我很想將這個教導傳開 我很想你們一起跟我一起 去將這個教導傳給你的朋友 傳給你周圍的人 傳給不同的人 或者放在網上 傳給不同的人 讓人知道神的屬性 其實在神錄園經常都學過 神錄園經常都學過 神錄園經常都學過 神的屬性 不過學完呢 很多人是沒有放在心裏面的 被人學的時候 是一種很理論化的 但我想你看到就是 真的你看到神那種完美 是好得不得了的 你覺不覺得神很好啊 就是因為我看得多神的好 所以你聽我說 說真的就是講神的好 另一點 神是喜樂的 這個屬性 有他的恩怨 有兩樣 他次喜樂 和他次喜樂恩高 我們感激神 當中有些人有喜樂恩高 為人其他會經歷喜樂 我試過去宣教 有些人經歷喜樂 也試過有些 喜樂得不斷就笑 笑得很開心 然後又哭 哭完又笑過 笑在後面又哭 看著他變了 慢慢笑就笑 我也有這個影片 在網上看到的 是重複了好幾次 他就告訴我 笑的時候經歷很輕鬆 神的喜樂 然後他又很為他的罪 而悔改 他又在那裡哭 或者有時候 他都是感動神的愛 他就又笑又哭 但在人體上 真的不明白為什麼 但是神就可以讓我們 真是享受這種天堂的福氣 一起讀 我們怎樣回應神呢 怎樣遵從呢 有神的屬性恩典 我們就遵從了 第一 放下煩惱 第二 信神是喜樂的 第三 親近神 第四 選擇活在喜樂之中 其實很簡單的 扔掉垃圾 然後相信神是怎樣 然後去親近神 然後就選擇 基本上這四點 你可以記得它 扔掉垃圾 一起說 扔掉垃圾 相信神是美善的 又親近神 又選擇 順服神 好 這是另一個 神有服侍的本性 祂這個本性 是有服侍的本性 祂有祝福人的本性 然後呢 神就會服侍每一個人 那我們怎樣回應呢 一起讀 感激神的服侍 深信 施比受更為有福 第三 放下自私 第四 甘心服侍神為人 即是很感激神 這樣服侍我 又深信我施予比受更為有福 又放下我的自私 又甘心服侍神為人 隨時隨地都想著祝福人 其實在網上不同的人找我 我都甘心樂意 用時間去跟祂溝通 為祂祈禱 這些人有些我都沒有見到 但是呢 神喜悦 其實你都可以的 你都可以成為多人的祝福 神的柔和謙卑有另一個屬性 其實聖經在這裡找 有空 如果你有時間 有心機 你如果一邊找本寶 一邊寫 我看到這裡神什麼屬性 譬如神有什麼其他屬性 譬如神的智慧 神的豐富 神的慷慨 神的興省 神的幽默 神的體重人 神興起人 你可以找本寶寫下 神這個屬性 然後祂的恩典是什麼 祂有這個性 然後祂為我們做什麼 然後我們怎樣回應 你又拿出一個經文是什麼 這些全部都是根據經文 不過我這裡簡略地講 因為我們都要講祈禱 這裡講到神本身柔和謙卑 如果你回家寫一寫 你整個人會改變 然後神柔和謙卑地感動我們 然後我們怎樣回應 怎樣遵從一起讀 第一 信服神柔和的感動 感激神的柔和謙卑 第三 放下江牙 第四 柔和地服侍神和人 神感動我們柔和感動 我們就信服祂了 又感激神 這樣柔和謙卑 又放下我的江牙 然後很柔和地服侍人 另外一個就是 神掌管一切 神掌管一切 這個是祂的能力 因為屬性可以包括祂的能力 祂所有能夠做的事 祂是掌管一切的 然後神為我們做什麼呢 神掌管和看顧我們的生命 當你在睡覺的時候 神看著你 神跟你在一起 然後如何俊同一起讀 信靠神管理我們生命 放下擔心 將整個生命交給神 就是信靠神管理我的生命 我前面的路怎樣 祂知道了 祂掌管一切的 不要擔心了 有什麼事發生 就算有病 不要擔心了 整個生命交託給主 那這個 希望大家真的有人去做 做完呢 你給我呢 我就會覺得非常好 好了 跟著我們講到祈禱了 先講到看聖經 那我用了這個祈禱麵包 大家記得了 是不是 我們一起讀一下 這個用個bread 來提醒大家 祈禱的方式 一起讀一下 第一 Burdenless 在神裡無重擔 Relax 在神裡輕鬆 Enjoy 享受神 Appreciate 感激神 Delight 喜悅神 就是這個很簡單 前三個呢 就講到 是我們的心態 即是說 沒有重擔 放下所有重擔 輕省的 又享受神 然後跟著後面呢 就是回應神了 感激祂 又歡喜祂 那我這裡講到不同的親日神的祈禱 第一種就是享受神恩典的祈禱 還有 都是有宣布神的恩典 但是享受 那大約呢 神的恩典的祈禱 可以包括什麼呢 現在我講你跟著說就可以了 一路 現在是用祈禱的心態 黑了眼 多謝天父愛緊我 神時時跟我一齊 神看著我 神看著我 你黑了眼 你不要迷糊了 你要留心聽我所說的話 神是看著我 神是看著我 神兴起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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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兴起我的我為祂所做的一切 神在我身為有奇妙計劃 祂要供應我 祂要供應我 祂要醫治我 祂要醫治我 阿里雷雷 這些都是宣告神的恩典的 大家每天起床都是這樣 立即整天都是這樣 那你人就會輕散 好了,接着,我们讲的就是心灵,在这些做一切都有心灵的祈祷,就是整个灵,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它,而这个包括思想意志感情,就是整个思想认同了神,整个思想敬拜,由意志我决意跟从神,和我感情,我充满对神的感情,这个是,就是普通人都有思想意志感情,有灵,我们人有灵, 首先,我们能够做得到思想,全部说神最好的,以致我决意跟从神,又喜悦神,喜欢神,和神有感情,你就已经很接近灵去敬拜神了,然后接着用整个心灵去敬拜,在我里面都敬拜神,接着就是,这先我们讲的就是,享受神的恩典的祈祷,然后接着这个就是敬拜赞美了,一起闭上眼了,这个就是,我们去敬拜赞美,有些说话可能, 有些人未必用来做敬拜赞美,但是呢,我会用一些很自由的说话,大家可以跟着说,感谢天父,我全心爱你,有你真好啊,我欢喜你啊,我喜欢跟你一起,我需要你啊,我扛住你,我依靠你,有你真开心啊,我享受跟你一起,感谢天父,哈利路人, 这些全部都是对神的回应,大家容易分这两种啊,我现在讲一下一些,那你告诉我,是恩典的祈祷,还是这个是敬拜的祷告,就是总括就是敬拜啦,哈,譬如说,多谢天父,这个是什么呀, 是敬拜,是恩典啊,恩典呢,大家这么说,是从上至下的,敬拜,是由下至上的,是我们向神的,感谢是什么呀,感谢神 是敬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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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好爱我们,恩典,神陪伴我们,恩典,我需要耶稣,敬拜的,都是敬拜的,我有耶稣就开心了,敬拜的,耶稣看着我的生命,恩典呢,大家记得,有些是由上至下,有些是由下至上,为什么要由上至下呢,因为很多时候人的祷告是很少由上, 很少人常想神的美好的,就是,多谢天父,感谢耶稣,哈利利亚,我们爱耶稣,就是多数这种的祈祷,但是很少人说,耶稣现在在爱我们的,耶稣很想福兴我们,很想祝福我们的,譬如有很多人祈祷福兴我,去过很多地方,他们祈祷福兴我,是很火热的,神啊,福兴我们的心,而赐给我们火热的灵,神啊,更新我们的生命,神啊,我们需要福兴啊,福兴啊,靠你福兴啊,这个祈祷是好的,是好的, 不过可以加多一些信心,就是怎么样呢,神你很想福兴我们的,你现在船已经想福兴,我们只要亲人,你信福你,你就福兴我们,福兴是不容易的,是容易的,立刻可以福兴啊,当我们亲人被你改变,我们就马上福兴的,这个心态就是,是容易的,容易不代表我们,我们不看重啊,我们是说,不难的,不难的,只要我们现在立刻亲近神,我们立刻遵从神,我们立刻可以福兴的,那这个,就是希望大家有信心, 信心在祈祷的时候,另外这个互动的祈祷,神给我们这种,这个有圣经的根据,就是一边爱慕神的时候,大家一起读,爱慕或敬拜神,一边相信神的应许他,喜悦我们亲近他,祷告时更相信神在听和祝福,祷告时也更容易得力,意思是什么呢,一路祈祷呢,一路相信神现在听着祈祷很欢喜的,神爱着我,神祝福着我,即一路祈祷的时候,就说神是欢喜的, 我们读下面的经文,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神说,因为他专心望郎,我就要答够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与他同在,我要答够他,使他尊贵,你看看,因为那个人专心爱神,神就怎么样,多少福气责给他,是不是,很多,神就很欢喜,就答够他,将他安置在高处,他就应允他,与他同在,答够他,使他尊贵, 看得到神是回应的,耶稣记得说到,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上都为他欢喜,当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他爸爸为他欢喜,就是说给我们听,当我们任何对神做的,是真心去做,神都欢喜,是不是,这个有没有圣经的根据,神是欢喜,神会不会说,你的爱心只有十个percent,我不理你了,我不会理你,神有没有说会这样,神给我们看得到任何时间,就算以色列, 这些人,他们犯罪多不多,很多,但当他稍微悔改,神都不够起愿,利利未成的王,好不好,够不够好,利利未成的王,神说要审败这个城,但当这个王,其实他认识神有多少呢,真是未必很多,不过他就要全个城就悔改,跟着神就不灭这个城, 即是说原来一个人,他其实他都未曾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他有这个心悔改,神都喜悦的,所以你能不能相信,当你一祈祷,神是否喜欢的,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信心,他祈祷,不行的,我都祈祷,神不懂我,但是觉得不够好,但是神不计较的, 只要你向神去说话,你真心去跟他说话,他一定喜欢,我们一起说,我们真心向神祷告,他一定喜欢,我们真心悔改,他一定欢喜,我们真心爱慕神,他一定跟我们一起, 这个就是互动的祖告,就是一路祈祷的时候,其实以上那一二种,就是说,恩典和这个,敬拜的祖告,可以和你合并,就是当你一起做的时候,你就说,我敬拜的时候,神就很欢喜,那你就会信心大很多,就是怎么样,一路祈祷,神啊,我知道你很欢迎,我敬拜,多谢你,我真心去敬拜你,这样的时候,并且你会更加想到神是很个人性,就是不仅像有些人祈祷,向空气,神啊,多谢你, 啊,多谢天父啊,感谢天父啊,发出了,向空气,发出了一些好过,其实我们想到神很个人性,神啊,我一跟你聊天,你就立刻,质意坚定,你立刻很欢迎,立刻道歉,听我祈祷,神是不是这样啊,神是这样啊,在圣经又说了一句话,当神的子民谈论,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质意坚定,神是很欢喜的,你能不能相信这件事啊,这个互动的祈祷是很好的, 你随时随理,一边做什么都好,一边赞美神,你就说,神啊,是,现在很欢迎,我赞美他,真是好,那我就继续赞美你,但是不要骄傲,不要说,哎呀,那我真是很厉害了,不是我厉害,是因为神的好,这个互动的祈祷真是好,希望大家帮助,然后呢,就是医治释放的祷告了,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也都可以有医治释放,就是说呢,当你有烦恼,当你不开心,当你被人伤害, 当你有困扰,你就一直宣告,神爱我,神祝福我,这些人的伤害不算了什么,他的伤害不算了我,拿走神的恩典,我亲近神,神一定祝福我的,一定补回我的,就将你那些以往的伤害,医回好,以前我做过错事,其实神不介意,只要我悔改,神不介意,我可以重新做过,我有机会的, 那你们就医治,因为很多人是内疚的,我做失了,我没有机会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做失了,没有机会了,其实,神不是这样的,神说,你一悔改,我立即决立你,另外呢,就是,一起读一下,献上自己,求主更新和使用的祷告,祈祷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只是我们享受,我们将自己献上,神说,你使用我,你提升我,我愿意给你使用,然后第六呢,我们的灵与神合一的祷告, 就是在一路祈祷的时候,一路感受圣灵的同在,神的灵同在一起,成为一灵,我整个灵去拥向神,神的灵又拥入灵,一路欢喜神,这种祈祷也都是会帮助我们,跟神的灵更加合一,更有能力,还有代祷,有神的心意的代祷,代祷可以,可以只是好像说事情那样的,也都有些代祷就是什么,神啊,帮我啦,个儿子啊,参多一些儿子啊,快点结婚啊,快点睡, 找一份工啊,只是这些,就是可以说,专是为自己的需要的祷告,但是我们是有神的心意的祷告,是想人行在神的计划,行在神的完美计划,完成神的计划,祝福这个地方的叼徒更加爱主,看重主,这七种祈祷, 好,我们再看一次啊,第一种,享受,一起来说,享受神恩典的祷告,或者你可以说是恩典的祷告,不过我特别提到享受,让大家知道是享受的,恩典的祷告,跟着呢就是,敬拜,赞美的祷告,互动的祷告,自己得意志,释放的祷告, 献上自己,求主更生或使用的祷告,你简单就可以说,献上自己,灵与神合一的祷告,代谱,有神心意的祷告, 还有呢,我们可以长时间站在那儿,你站在那儿,你感受力量,推动你,你就知道是圣灵的能力,在《士囊主》九章三节,讲到《苏罗》,在他正要信主的时候,耶稣出现, 出现,他就跟着见到耶稣,他就跌到地上,然后另外呢,就是《苏罗》,他就见到荣耀耶稣,他就跌到地上, 就说强力的同在人会摇动,跌倒,没那么强力的会摇动,那你其他时候,你觉得能力,投入, 多谢耶稣,多谢天父,那你是感受到神的灵,长时间呢,你就发觉, 他开始跟你讲话,开始感动你,改变你,但有些人说,有些人这样觉得, 他以为,有亲身体遥动,祈祷会影响你的身体,那些就是邪灵, 就是有人这样以为,但其实我们看到,真是他改变人,更加爱主, 被生命被改变,心灵被医治,邪灵赶出来,所以这个一定是圣灵工作, 不是邪灵工作,但的确是感受一个灵临到你身上的, 是一个可感受的灵临到你身上,是感受到力量,感受到喜乐平安的, 但有些人他们就不接受,但这个,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表现出来, 去改变他们,还有长时间, 赞美神可以带来神强烈的同在,就是好像萨卫尔记的那帮先知门童, 强烈神的同在,就是越强烈的恩公,求主帮助我们, 越有神的同在,就越祝福,整个生命就被提升, 我们就越整个生命被改变,就是你深不深信, 神的同在是最好的,祂能够医治我们的一切,能够改变我们的一切。 LOGES